小姐 小姐 她 过得好吗 她过得很好 一定要这样处理 继承的事吗 会留下很多麻烦的 这是我跟她的承诺 告诉她 我想她 我们今天准备 我们今天准备了 我们的祖父,祖父,祖父,祖父 我会在这次祖父 阿们 小姐 如果可以的话 请你还是跟我们回去一趟 不回去不行吗 你已经错过了你父亲的葬礼 可是关于遗产的问题 还是需要您亲自回去处理一些事 小姐 那 如果我跟你回去的话 我就不回来了 可能你无法理解 对于一个在孤岛上生活了十八年的人来说 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的新鲜啊 听说他来了 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 等定下住所再说吧 现在见面太仓促了 他真的不用做鉴定之类的吗 这没有任何意义 是不是亲生女儿已经不重要了 李哲不也是拿到遗产了吗 另外 老爷虽然去世了 但是也请夫人注意一下周围人的目光 听说是孤岛长大的 什么都不懂 事故死亡应该就可以解决掉了 马上死的话 时机不对 当然了 要等时机 你们好 我是雪姬 你好 我是世宗的太太秦司 你好 我是三太太 温磊 我是第一任太太的女儿 欢迎你 我叫丽莎 我们是二太太的孩子 我是大女儿雪莉 这是我弟弟柯尼 三太太的儿子李哲 等一会儿就会过来 他并不是亲生的 对了 来法国还习惯吗 挺习惯的 比起电视跟网络上来说 看到这些食物觉得挺眼花缭乱的 真棒 那个互相亲近的话 现在讲还太早了 你虽然是成年人 但是毕竟年纪还小 而且对周围的环境还不太熟悉 一下子要管理这么多遗产 我们都觉得有些勉强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们可以帮你管理这些财产 当然 我们在法律上是一家人 我们不会做害你的事情 就是啊 况且那个陶德 陶德虽然一直为我们李家打理财产有二十年 但毕竟是个外人 你父亲这一叙事 他要做什么 我们就不知道了 你说的挺有道理的啊 不过呢 不行 这是我父亲的一叙 也是他给我的礼物 对不起 问你个问题 你是爸爸的亲生女儿吗 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他去世了以后才出来的 对了 还有件事情 听说你们这儿的甜点不错 有吗 有啊 我带你去吧 好 你们的蛋糕真好吃啊 谢谢 上次见到我爸爸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 这十年 他过了幸福吗 当然了 有我这么一个年轻的太太 你不觉得 她是度过了幸福的晚年生活吗 不过 不过 如果你妈妈还在世的话 我倒是很想见见她 虽然我也看过照片 你们长得很像 好了 时间不早了 我先回去了 那我送送你吧 谢谢你啊 李哲 但是 涛涛已经在等我了 谢记小姐 请上车吧 小姐 为什么不让她送呢 她呀 一看就不是一个暗场令出牌的人 我觉得她肯定不会那么顺利送我回去的 哦 对了 接下来有什么安排吗 小姐想要做什么呢 嗯 我呢 首先 我要去学开车 然后呢 我就可以自己一个人开车去兜兜风了 一个人出去逛啊 不带保镖吗 哎 带那个多麻烦呀 我也想自己一个人去买车票 自己一个人去坐地铁 反正呀 正常人的生活 我都想参与一下 那好吧 有事给我打电话 我好想你 好想见你 安静的夜晚 我期待的 能忘记你 将来见你 尽管 我只是 一场梦 我只是 一场梦 我只是 我只是 一场梦